一届在外国最大的视频网站上看到了一位名叫Yedu World的韩国博主 发布了一条名为一所校园内有座城市的中国大学是什么样子的的视频 作为一名2019年毕业于在中国大学里排名前10的华中科技大学的留学生 韩国博主Yedu时隔5年再次踏入母校 一走进校园博主就感叹道 我们学校非常大超乎了韩国人的想象 整个校园广阔无垠道路纵横交错 甚至还有红绿灯和马路和公交俨然是一座小城市 说学校在校生超过5万人 连同教职员工校园内居住人数总计达10万人 这个数字对于习惯了紧凑型校园的韩国人来说实在是难以想象的 他首先来到了宿舍区高耸的宿舍楼临次置笔 阳台上晾晒着学生们的衣物生活气息浓厚 校园内随处可见骑行电动车和电动滑板车的学生 因为从宿舍到教学楼的距离相当远 电动车已经成为了学生们的必备交通工具 这种在校园内骑行电动车的情景 在韩国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 他来到亚洲最大的教学楼东九教学楼 这个庞大的建筑群由A到D四栋连通楼组成 可同时容纳2万名学生上课 他感慨的说 这座教学楼宽广的难以用镜头全部捕捉 真的超乎想象 他还特别提到校园的绿化面积非常大 72%的校园被树木覆盖 他兴奋的说 夏天来这里看到一片绿意盎然 让人心情特别好 相比之下 由于韩国的校园面积都比较小 他很难拥有如此大规模的绿化环境 这让他倍感羡慕 他尝试骑行共享单车 在校园内游览 去了他上学时常去吃饭的地方 在饭店里 他吃了一份麻辣香锅 味道鲜美 价格实惠 他也赞叹 学校内的食物选择非常丰富多样 吐槽韩国大学食物太单调 比不了 他还在校园市场里逛了逛 这里有各种商品出售 包括衣物 文具 蔬菜 水果等 这场旁边就是大学医院 校园内的生活配套设施极为完善 还设有幼儿园 小学 中学和高中 形成了完整的教学体系 最后他感叹道 这些在韩国都是难以想象的 而韩国网友看完这个视频后 会有怎样的反应呢 一节带大家来看看吧 韩国网友DA1评论道 这是我梦想的大学 我想去中国旅行 韩国网友P4W则直呼道 我头一回见人骑电动车 在教室之间跑来跑去的 韩国网友SRO则一幅 没见过失眠的说 这比拥有韩国最大占地面积的 首尔大学还要大 真是难以想象 这规模真是大的惊人 韩国网友F4X则惊叹道 学校的人口如果是10万的话 就相当于韩国的一个城市 这所大学的规模和设施 真是了不起啊 韩国网友Alt则羡慕称 我觉得学校之所以这么大 是因为土地面积大 所以我很羡慕这个国家的面积 好了那大家有什么 想对这些韩国网友说的呢